公元1374年,金陵的街头人声嘈杂,众人围抗在一起,不知发生了何事。 原来是江南第一才子高启即将被朱元璋当街公开腰斩之行。 临死之前,高启神色坦然,没有丝毫畏惧,他大声喊道, 我这一生,将自己比作天上的仙官,生老病死早就抛至脑后,无所畏惧, 是非功果,自有后人评断。 高启说完,就被当街斩成了两半,在嘈杂声中惨死。 高启是谁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结局如此凄惨? 看完呢,你就明白了。 高启是一介文人,生于原末明初,不仅才高八斗,而且学府舞车, 跟文人宋连刘伯温不相上下。 在明朝文坛的地位非常高。 一介文人高启,为何会得罪朱元璋呢? 而且下场如此凄惨,血腥的眉眼看。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要先了解一下高启的生平故事。 他生于苏州一个显赫的家庭, 从小衣食无忧, 但在他年幼时家中情况大变, 高启的父母相继离他而去。 自此以后,他缺失亲情,变得孤僻起来, 之后呢,便寄情于诗书之中。 他每日勤奋读书,再加上他过目不忘的天赋, 皇天不负有心人, 高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孜孜不倦的精神。 年仅16岁的他成为了苏州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才子。 之后,无数的高门贵族都想与他结交, 名气很快就传了出去, 青年才俊高启,不仅学问不凡, 而且志向也不凡。 他一生只有两个理想, 要么将他宝学之书被世人所用, 建功立业,留下功名, 要么归隐山林,远离这红尘乱世, 不再过问世事。 他曾经将自己比作五云阁下的先官, 可见他的理想之高。 在高启二十岁的时候, 苏州已经被袁抹肖雄张世成统治了。 熟读名史的人应该对他非常了解。 张世成是严范出身, 从小家中贫困, 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他十分欣赏读书人。 对乱世中的文人来说, 在张世成统治之下的苏州,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苏州百姓都很拥戴他。 高启生活在苏州, 民风淳朴, 社会稳定, 也是乐在其中。 时不时的, 与几个好友串串门, 拼拼茶做作诗, 生活清闲又惬意。 可是好景不长, 元朝末年, 四处起义不断, 统治一方也只是一时。 朱元璋在除掉陈有亮之后, 把矛头指向了苏州的张世成。 他派手下大将带兵攻打张世成, 苏州城被朱元璋的起义军围攻了一年。 这一年呢, 城中的百姓日子非常难熬。 当然了, 高启也不例外, 他每天饥寒交迫, 在这个过程中, 高启的女儿因为受到战争的惊吓, 就此离开了他。 失去心爱的女儿, 高启悲痛至极, 有理想有抱负的高启, 为何不愿接受朱元璋的招募? 当朱元璋打败张世成, 夺取苏州城之后, 早已名声在外的高启, 受到朱元璋的招募。 女儿的死对他打击太大, 所以高启拒绝了招募。 后来他去到一个名叫青丘的地方, 从此隐居在这里。 其实这样度过余生也挺好, 事事都如所想, 该有多好啊。 可是高启的财名早就闻名于天下, 他又如何能够彻彻底底地摆脱士族的喧嚣呢? 江南地区被平定后,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第一次没请来高启, 他不甘心。 朱元璋称帝后, 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辅佐他, 于是他又派人找到隐居的高启, 想请他出山编撰原始一书。 这一年, 高启仅34岁, 正是发光发热的年纪, 如此有才的他, 隐居埋没在深山之中, 也的确可惜。 这一次, 高启答应出山, 而且高启对于这个新生的大明政权 也是颇有好感。 朱元璋结束江南地区的战乱, 将其规范统治, 更重要的是, 推翻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 让天下挥到汉人手中, 振兴了中原地区, 让百姓脱离苦海。 大明政权的建立意义非凡啊, 高启也深受感染, 因此情不自禁的他写下了诗, 以此来歌颂。 诗中表达的大概意思是, 很幸运在乱世之中, 出了一位圣人, 他平定祸乱, 让江南重新恢复生机, 百姓得以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 其中旨意, 无不夸赞朱元璋的所作所为, 这边呢, 还在写诗赞美朱元璋, 可是很快, 高启就对这个皇帝失望了, 大明刚刚建立, 朱元璋为了整治, 元朝多年统治遗留下来的散漫风气, 他开始严刑郡法, 想用这个方法稳固自身的统治, 这些方法一实行, 很多文武官员遭到迫害, 有些呢, 因此丧命, 遭到迫害的文人, 其中有不少是高启的好友, 看到此情此景, 他悲伤地写道, 强逐车马朝天昏, 归时颜色暗如土, 在明朝为官, 让高启逐渐感到压抑, 越来越排斥这种政治氛围, 在他编撰完书籍后, 朱元璋本想为他升职, 但是高启不肯答应, 执意要走, 他对明朝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只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自古以来, 帝王看重文人的才能, 想为之所用, 但是呢, 他们有自己的追求, 心思不拘泥于左官, 一旦看淡, 就会寻找各种理由, 推辞不再就任官职, 这种现象, 在每个朝代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江南文人之多, 为何朱元璋只针对高启, 朱元璋虽然表面很宽容, 但是在他心中是非常不满的, 高启的这番作为, 只会让朱元璋觉得高启是看不起自己, 他返乡之后, 朱元璋心有芥蒂, 一直派人在暗中监视高启, 想寻找一个机会好好教训一下他, 也不枉他苦苦派人监视, 很快机会就来了, 公元1374年, 任苏州之府的魏官, 准备翻修一下衙门, 这里呢, 曾是张世成的宫殿, 魏官找到才华出众的高启, 想让他帮忙做一首诗, 高启接到请求后, 拿起桌上的毛笔, 灵感一下涌上心头, 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要了他的命, 派去监视的人, 很快就将文章递到了朱元璋面前, 他仔细查看后, 勃然大怒, 文章中使用了一个词言, 虎具龙盘, 这个词是皇室专用词, 在当时啊, 什么地方可以称之为龙盘虎具呢? 那一定是朱元璋所在的皇宫, 高启将这个敏感词汇用来描写苏州, 实在是不合适, 一只脚收拾他的朱元璋被彻底惹怒了, 高启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了, 最后, 一道圣旨下来, 高启被出于腰斩街头, 这一年, 高启才39岁, 凄惨地结束了一生, 一代名士就此陨落, 高启惨死, 从表面来看呢, 是因为文字语, 深究其中的原因并没有那么简单, 朱元璋在下令杀高启的时候, 也一同处置了一些和高启同样流派的江南名士, 他们以傲骨著称, 朱元璋厌恶之久, 趁着这个突破口, 一并将其处理了, 这些人惨死的原因, 就是不与朝廷合作, 清高而不自知, 让皇帝非常不满, 不服管就清理掉, 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是因为之后的一条规定, 这条规定是朱元璋亲自出的, 在大告中写道, 这些文人士大夫不为我所用, 下旨诛杀他们全家, 不为过之, 高启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的, 例子, 朱元璋拿他开刀, 就是看中了他的影响力, 以此来警示江南一带的文人, 不与朝廷合作, 只有死路一条, 朱元璋想吸纳人才, 但又对其使用严刑郡法, 从各个方面羞辱文人, 反而适得其反, 明朝初年, 文人更加不愿入朝为官, 朱元璋却不以为然, 之后变本加厉, 江南的文人对他恃恶如仇, 逐渐形成一种死循环, 很多人呢, 惨死在他的手下, 高启其实是朝堂政治的牺牲品, 他文明在外, 所以成为了被针对的人。